这名网拍上面无性嫌犯 用地狱试驾的价格贩售手机 但买了之后却再也没有出货的消息 新闻市土城警方接过民众报案 发现平台上面留言没有收到货的买家 至少已经超过16个人被害 立刻讯线侦办 追踪IP位置发现破文者还在高雄 用买空卖空的手法进行诈骗 立刻前往逮捕 先来看现场状况 无性嫌犯是自由业以经营网拍为生 看准网路平台追查困难 大做无本生意 警方逮捕无性嫌犯之后 也将他依照诈欺罪嫌韩送法办